一舉手一動足 稻妻莊嚴 慈濟行怨路 發大心力大 臺南禁思弟子向上人 致誠發願 慈濟願 謝 點滴會合 照亮佛國 菩薩們啊 感恩啊 感動 千言萬語 說不盡的感恩啊 慈濟的愛 總是呢 這樣點點滴滴 而且呢 這樣的大化形的付出 新受贈的職工中 30歲的公本尾和慈濟姻緣是一場車禍 在高雄見習了兩年還沒培訓 車禍發生的當下 就是我很徬徨無助的時候 我就立刻想到說我要打給這個司機 同樣是年輕人 29歲的陳勝佑 本身是南科工程師 她還是位捐贈者 只要一打針 針針的話 晚上其實頭就是超級痛 然後沒辦法睡覺這樣子 這種跟需要受水的人 他們的一些病痛比起來 真的就是微不足道 那你也不會覺得說 自己是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一個既然只有你做 那就是應該是要你做的 該做的事情 這就像是.. 是像一個地方一樣 在那裡的感情 就是對著感情 去看待的話 就是對著感情 去看待 去看待 年輕人發新意願 從文法到傳法 要承擔禁私法脈 扛起天下閩羅 大愛新院李嘉新陳立委 台南報導